好那正好刚刚讲到 事实上国际上的氛围不断的在改变 今天杰克前总理直接讲说 台湾永远都不可能是中国的 然后媒体记者一堵麦问麦卡锡说 你要访问台湾中国现在不大爽 他完全直接说中国不管 完全不能管我去哪里 那麦卡锡事实上是非常强硬的 麦卡锡照他的强硬 包含他竞选议长之前 他就说他要推动中国委员会 中国委员会现在立刻登场 登场之后呢 零零种种的法案政策 开始更加的尖锐跟强硬 这样的尖锐跟强硬 使得他来台湾 很有可能变成今年上半年 国内政治军事最大的一场角力战 对因为麦卡锡来台湾 就会变成台湾的这个红筒现行计 你知不支持吗 你喜不喜欢吗 其实我觉得讲白 就算麦卡锡讲白 就算麦卡锡今天不反中 有朋友来我都支持啊 多个朋友多条路啊 少个敌人少堵墙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你有朋友要来台湾跟你交朋友 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嘛 更遑论这个朋友 是跟台湾一样 对于台湾的敌人持抗拒的态度 这很正常嘛 大家都应该支持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一个麦卡锡在国民党 竟然有两种表述 或者是不表述嘛 国民党因为麦卡锡就会讲 红筒现行计嘛 当然带头的是马英九嘛 对不对 那朱立伦很聪明哦 朱立伦现在没有表态啊 没有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坦白讲 你觉得为什么朱立伦没有表态 不是因为第一个 他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表态 欢迎麦卡锡的话 他可能马上就被党员痛骂一对嘛 对不对 可是第二个他是美国的线人 他也不能 他身兼两种嘛 对不对 所以他身兼国民党的党主席 跟美国的线人 那我怎么办呢 我的祖国派人来啦 我要支持一下啊 可是不行 所以朱立伦 其实我当然很聪明的 真的我不表态 就是一种表态 可是其实有一种 像包含陈玉珍 我觉得就已经是恶心到 就是说你也可以不表态嘛 或是你像马英九一样 就是说不欢迎 也没有不欢迎 就是说希望来 但是不要造成两样的紧张 可是陈玉珍带着一条根 去中国朝贡 这我就觉得很夸张 很多人不懂什么是一条根 一条根是金门的名产 他被萃取出来后 可以擦酸痛 那为什么带着一条根去中国呢 因为后来他们舔共舔到 有顺口溜 两岸同属一条根 两岸共饮一江水 就这样 因为金门跟厦门不是通水吗 而且他们可能很酸痛 因为他们这种意见 不是台湾的主流意见 那他们只能互相 这个拥抱取暖 同一条根 同一起自自己的政治酸痛 而且国台办也被降级了 他就跟国台办 两个都是政治边缘人 互相取暖 国台办把建陈玉珍跟陈福海当作业绩 陈福海跟陈玉珍 把建国台办当作自己的政绩 两边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选前台湾农产品包含金酒被禁 本质上就是中国演了一出政治大戏嘛 那里面要有人演主角 男主角男配角就是陈福海跟陈玉珍嘛 好不谈了 那现在状况就是他麦卡锡来的状况 应该是几乎会来了 今天早上被小美琪被拍到嘛 进麦卡锡的这个办公室嘛 对不对 那小美琪的时候受访说 我没有见到麦卡锡 那金泽也很精明啊 就会消美琪 那你没见到麦卡锡 有没有见到麦卡锡的幕僚咧 这部分不回应 意思就是先去做采线嘛 先去做沟通 所以麦卡锡来台湾确实会变成 上半年度台湾的红统现行计 也会变成什么 国民党跟民进党中总大选的前哨战嘛 美中关系是所有台湾中的候选人 绕不开的难题嘛 比如说赖青的 也要说我不台独了嘛 台湾现在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避免什么刺激中国 或是让美国不放心嘛 那郭台铭选会被受到挑战 一定会嘛 事业在中国一定挑战你嘛 对不对 郭台铭一定会被说 你是不是亲老共的啊 那可是再怎么样 你都还有个立场哦 最惨是侯友宜 侯友宜宜 你不知道怎么挑战他 可是其实哦 在两岸关系 或是国家主权立场上 没有立场比有立场更惨的哦 这是事实哦 你有立场 比如如果亲美合中 支持支持不支持 比如我甜美不轻松 支持支持不支持不支持 各位其实侯友宜 这种所谓和好做的事情 我年前在这边讲 点阅力超高的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侯友宜这件事情不对嘛 没有看到这个影片呢 欢迎去Google年代向前看 李正浩的影片 现在的点阅力已经突破20多万了 欢迎大家广泛的分享 李正浩的这段文章哦 吸引了很多粉 而且很多粉说李正浩那段评论 来到评论的地位的新高度 是是是 感谢贵节目四五台 但我的意思是 我要跟大家讲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卖台或不卖台 我都可以接受哦 可是在国家主角上 我最怕你踩一个 不知道卖不卖台的状况 就是明买明卖嘛 所以大家谈侯友宜 在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直讲好好做事情的时候 现在的民调 刚刚讲很单于是天花板 对不对 不是 侯友宜的阵影说我只是地板 可是拍谁啦 地板架后面还有地域架 地域架还有分第一层地域 跟第十八层地域啊 你不要以为到地板架就不会再掉了 有可能会再掉 就是你持续保持战略模糊的话 你的民调就会不断往下掉 从地板架变到地域架 地域架从第一层地域 变到第十八层地域嘛 那侯友宜在这个时候能出现吗 对不对 那这是我讲的第二件事 美中关系是 台湾所有领导人绕不开的议题 第三件事情 好回到谈谈国民党初选 因为赖清德看起来定于一尊嘛 对不对 国民党的状况要怎么样出来 现在有人讲 那不然我们用协调式初选 什么叫协调式初选 就是说把大家抓出来 不然侯友宜啊 郭台铭等等 我做个民调 做出来谁高谁低 谁高谁低 之后呢 我们就说你看 比如说侯友宜真的比郭台铭高 去劝劝郭台铭 或是郭台铭比侯友宜高 确定侯友宜 可是问题是 光是 侯友宜同意纳入协调式初选 对侯友宜都是受杀 我今天朱立委 我叫做协调式初选 我的民调不是乱问的 我一定要问侯友宜说 请问你愿不愿意纳入 我这个协调式初选吗 我今天是郭台铭阵阵 假设有郭台铭阵阵阵阵 就是说 那要协调式初选是不是 第一个侯友宜要确定纳入 要不要签个纳入同意书 侯友宜光是在同意纳入初选 这个时候 就已经是落跑了 对不对 当我同意纳入初选的时候 我就落跑 他民调就可能会掉 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是 好纳入初选之后 好我们假设 大家谈好一个月之后初选 那这个月之后侯友宜要干嘛 对不对 这个月难道继续岁月静好 继续好好做台 你继续在新美市吗 所以说就算是协调式初选 里面也包含了初选的元素嘛 所以对侯友宜来说 现在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假设这个初选很早 比如说我们现在二月对不对 三月多就来初选 那侯友宜会变成史上第一个 连背询都没有背询过 就落跑了市长 当时韩国瑜再怎么样 还有被环节翻过白眼才落跑 侯友宜因为韩国瑜是七月多 开始跑选举嘛对不对 那八月多被正式提名嘛 那如果朱立委很坏提前的话 侯友宜这个对侯友宜来说压力多大 我三四月就要表态 我市议会都还没开始背询 那些新科议员都还没问过我 我连被翻白眼机会都没有 我就要宣布落跑嘛这一个 第二个如果朱立委很仁慈 往后 往后现在侯友宜状况是什么 就是川阳哥讲嘛 天天被放在火上烤嘛 就说因为侯友宜是台北市 西北市市长 因为他还没表态 所以还没表态要参选 所以对很多议题他不方便去讲 所以他越不方便讲 就越变成我回到刚刚讲 他的民调会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掉 所以对侯友宜来说 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去处理的嘛 所以整个大局我来看 我觉得美中关系的上半场 确实我觉得麦卡锡 会变国民党的造谣劲 而国民党每一个要选举的候选人 都要针对这件事去做清楚的表态 卖台或不卖台都可以 可是你要让我们知道 你的国家主权的态度是什么 人家才能投票 好那正好我跟你讨论呢 民党的初选可能压在3月 那媒体记者一定会追问奈钦德 或者如果有其他的挑战人 类似这样的国家路线 外交的议题跟麦卡锡的议题 然后紧接着 如果麦卡锡真的4月份来 麦卡锡是很活泼的 我今天看完他好几个 光是今天的专访 因为他今天还跟福斯连线 连了好几个影片 麦卡锡来台湾保证不寂寞 保证大鸣大放 你看他刚刚就直接泡中国了 好所以呢 麦卡锡在台湾的所有的公开议论 一定洗所有的媒体的版面 然后所有人一定都大规模的讨论 那如果那个时间点是4月 侯友宜怎么表态 还是侯友宜就全面的边缘化 什么都没有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发展 如果是这样子的发展 那我们党内部相对比较热门的人选 就可能剩下郭台铭或者朱立伦 或者赵少康跟张亚中这种人 这种人看到麦卡锡的谈话 一定会表态 一定要博声量的嘛 我可以预测这4个人的声量或者意见 也都会是主要的工坊的主軸 我这样讲 第一个麦卡锡只要来台湾 一定每一天的讲话 或每一刻的讲话 都会变成大家关注的重点 而且陈寗官我一定把它播好 播满播到宝 现在全台湾最爱播麦卡锡的就是我 一定大做嘛 好那今天来大做的 他变成什么 2024年的前哨战嘛 对赖青人来说 等于是我访美之前的什么东西 或是说跟美国面试的什么 玉玺考嘛 对 他跟赖青人怎么面对麦卡锡嘛 跟麦卡锡的互动感觉 美国会第一手带回去嘛 对 这赖青人的部分 那国民党这些人 每天一定被堵麦嘛 所以这个都因为很明显 如果侯友宜在麦卡锡来的时候 还在好好做事情 对不对 台湾共好 然后团结台湾 团结力量大 因为侯友宜的 结果我现在已经破解 他就是两个动词 两个副词 跟两个名词嘛 对 做事是动词嘛 团结是动词 两个动词嘛 然后结论就是共好 结论就是共好 对对对 共好也是副词嘛 对对对 然后台湾是名词嘛 对对对 新北是名词 那飞弹射过来也是台湾共好 跟飞弹共好 对对对 所以他是这两个副词 两个名词 跟两个动词 做交叉排列 可是问题是 你这样搞下去的话 你麦卡锡就问 你没有办法再回答这些事情啊 如果侯友真的敢这样回答的话 那你真的会被看破手脚耶 不只台湾人看不起你 连美国都看不起你耶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 请问你要怎么去处理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 特别把麦卡锡跟台湾的国内政治 都在一起 因为他会变成台湾的红筒现行计 也会变成台湾政治人物的现行计 更会变成台湾领导人的现行计嘛 那这件事情麦卡锡 我觉得是真的蛮重的 而且你根本不能预期他要讲什么 即便他告诉你讲什么 他现场反悔你也没得出 你怎么反悔 不是原本不是讲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嘛 而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多 麦卡锡来过之后 后面就是我讲裴洛西来之后 开了一个大门 所以之后众议院来 麦卡锡还要开更多门 未来可能包含 美国现在阁员都有机会来 在这样的选举中 不要忽略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这个平衡要怎么拿捏是 每个候选人都要关注的嘛 好我们稍后回来